美国立国以后有一个非常远见的措施 就各个州设立州立大学 土地政立大学圈地 圈给那个州立大学都设在乡村和小城镇 小城镇他们地价便宜 而且生活环境稳定 科业家既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 才能安心做研究 这个道理也是从欧洲学来的 大家都知道建桥 德国的戈廷根大学 建桥旁边就是牧场 戈廷根是个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市 当年大概只有十万人口 所以他才能够出很多的科业家